哈喽大家好 现在给大家更新的这款呢 是我们的比较个性酷感的一款发型 因为它是一个圆形和三角形的组合 那这款发型呢 是来自于1965年的一种 一个经典裁剪 那这款发型在我们的当代 很多的发型演变当中呢 都有用到 那接下来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呢 大家去详细的观察 我们形状组合下来的一种效果 那之前呢 有很多人叫它几何形线条 那也是一个叫落幕的一款发型的裁剪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把它裁剪出来 好 我们把头发呢 收到自然出落 保证我们的头位是一个水平的状态 那现在呢 找到我们的头旋的位置 去连接我们的耳点 那这里耳点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呢 微微的往后靠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分到我们的耳点 与耳后点基准点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头发呢 打起来 哦 рет 糟 比较 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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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 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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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推好以后呢,现在我们找到我们的枕骨点的位置 这条重重线分开,从枕骨点的位置去连接我们的耳底 那这里呢,是一条巍巍的写向前的,后部去的划分线 把它夹干净,找到我们耳底的位置 好,现在我们分好区以后呢,从后部区在这个位置呢 做向心一点放射,那我们原位剪圆形 使我们后部区的头发呢,纵向和横向空间都是一个收紧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的第一线 三角的打片 好,现在我们从第一片开始 这里的角度呢,我们可以略微的高一点点 使我们后部区的头发呢,做到一个收紧和服贴的效果 那我们也可以在裁剪的时候呢,看一下我们客人的法量 如果在这个地方需要去做一些连接的话 我们可以剪一点堆积的效果 如果我们的客人的法量呢,非常的多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剪一个去除的一个层次 那剪去除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上一区的头发 因为我们要剪去除的话呢,上去的头发呢,可能就会做到一些不连接 所以说呢,大家去运用的时候呢,可以用到同样的技术 但是长短的话,要根据我们客人的法量进行去安排 好,现在我们分出第一片头发 那我今天剪的是一个比较高的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去除的技术进行去裁剪的 那我想让后部区的头发呢,做到一个收紧 贴 第一片 继续的,向前去放射划分 那我们后部区呢,用的是向心一点放射的划分键 第二片头发 剪圆形,每片头发都是远位裁定的 所以我们法片,手指对准的位置是我们每片头发的中间 我们的法片的形状呢,每片都是等腰三角形法片 好,我们继续拉起来,远位梳理 找到我们刚才才剪的这片头发的引导线 继续拉起来,远位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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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薄的 比较服贴的 好,远位裁剪 好,剪完以后我们能看到侧部的法际线 它是,还原我们所有头发生长的这种效果 这点水落 好继续的我们修剪另一侧 还是从我们的 整骨区的位置做向近一点放射 然后我们头发拉起来 高角度 现在我的位置呢是一个90度的彩点 根据头骨的角度90度 原位提拉 每天呢都是看到引导线 原位提拉太简单 那在下输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从上往下输 输不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从底下向上输 先把输子输起来 先把这个法片输起来以后呢 然后再次去抓起来头发 从底下向上去输 将法片输到原位以后呢 再次找到我们的引导线 稍微平平就划分线进去 好 然后去的头发我们就剪完了 剪完以后我们把它梳理的时候 我们看到所有的头发呢 都是比较俯贴的 向前走的流向 后部在我们的紧态区的 静态区的头发呢 是比较收紧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我们把静态区的头发呢 给它修整好以后 再继续的向上去延伸 再继续的向上 我们把这底下的所有的头发呢 给它往里收一收 把它更加继续一点 那这种短发呢 在我们的山龙当中用的 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像这种技术呢 是和耳量比较偏多 薄径很宽的这种客人 如果我们剪完去除以后 发现它很厚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可以用牙剪 把它内部的量呢 再次做一些打扮 我们先大概呢 切出我们想要的 底线的形状 然后再次向上去叠加 好 修整完了以后呢 我们静态博剑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收紧的 比较 不贴的一种效果 那现在我们进行去剪 我们的后发区 我们把这里头发呢 给它收下来 后去呢 我们剪一个圆形的堆积 那这里的堆积呢 我们可以用到45度的 一个经典堆积的效果 剪了以后呢 头发的重心呢 它落位在整骨区 往下一点点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纵向剪圆形 纵向剪圆形呢 我们平时剪的是 原位的圆形 那我们也可以剪 放大的圆形 那今天我们剪一个 收紧的一个圆形 我们让它后去的头发呢 比较的堆一点 饱满一点 侧去的头发呢 做了一个上扬的效果 让它这个圆形的形状呢 这样子 让它后去比较饱满 收紧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用到 向近一点方式的划分线 从我们的中绒线开始 做第一片 好 抖起来 周着线 这是我们第一片头发 那如果我们想剪出一个 层次比较高的 我们可以 以这一区的头发 作为引导线 如果我们想 它剪出厚重的 包裹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重新的 设定导线 进行裁剪 分线 第一片头发 现在我们拉起来 确定一下我们想要的长度 它的落位呢 在我们的整骨点 往下两公分左右 那我们可以与下面这区头发呢 做连接 也可以呢 超过它 就是做了一个不连接的效果 好 我们拉起来以后 这是我们第一片头发 角度是45度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它 加重它的堆积呢 我们第二片的角度呢 降低到30度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切口呢 要留意的往里收一点 好 继续的再走 切到往里收一点 那我们的角度呢 可以45度 30度 15度的一个压低 这样剪了以后 我们后区的这个量感堆积呢 就会比较重一些 那如果我们想要它轻一点的话 可以每片都是45度才剪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量感就会轻一点 那今天我们想剪出这款发型 然后后区 想它一个饱满的堆积的效果 所以我们的角度呢 逐渐的在压低 让它切口更加厚重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分出第二片头发 剪一个前短后长的一个圆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将我们第一片头发 带向我们的第二片头发 给我们的第二片头发找找线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切口 是一个往里收的一个效果 好 分出我们第二片头发 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二片的发际线 带着我们第一片头发的位置 向前带 好 我们梳起来 找到我们的引导线 45度 压低我们的角度 那这里的角度呢 我们控制在30度 好 再压低 角度15度 那这样我们裁剪的时候 我们的切口呢 就是一个比较厚重的一个点气口 继续的 向心一点放这儿 现在我们的第三片 去带 第二片的头发呢 带到我们的第三片的位置 给我们第三片的头发导线 所以大家能看到 我的梳子是从后向前去梳理的 好 让它梳起来 好的 我们的引导线以后呢 这里的角度 第一片45度 第二片 降低30度 切口要往里收一点 不要只降角度 不收切口 最后一片呢 我们梳到15度 跟你去开店 那我们现在去观察后区的这个形状 它的这个圆形呢 是一个中间比较长 两边的头发比较短的一个 向上收的一个圆形 这是我们的第四片 那我们将第三片的头发呢 带至我们的第四片 给我们找导线 拉起来 角度还是45度 第一刀 降低角度 那这里的角度呢 我们控制在30度 那手指的位置呢 切口要往里收 好 继续 最后一片 15度 现在捡气完 我们捡了以后呢 能看到后区 向上走的一个圆形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 继续的我们捡另一侧 放射了画分线 分出我们右侧的第一片 找到我们中头线这片头发呢 带过来给它做导线 手指的位置还是原位提拉的 好 在这样我们梳头发的很多小伙伴 这边的头发容易舒潮 所以呢 它们下手是这么去梳的 所以在去拉头发的时候 容易将仿性往后带 所以在这里梳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后向前 先把头发带过来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发根 在原位的地方拉起来 45度 降低 手指要往里收 好 再降低到15度 手指的指位再往里收 那这样子 我们得到一个 是非常厚重的一个切口 继续的向前 一点放射 取出我们的第二片头发作为引导线 口发在收起来的时候呢 先给它输到我们发片的位置 然后再将我们的发片的发根 输干净 45度 降低角度 30 降低角度 15度 好 继续的走 小心一点放射的画身线 取出我们的上一片头发 作为我们的引导线 小片拉起来 15度 在梳头发的时候注意啊 原位在这个地方 用手指将这个梳子在原位拉起来 不要往后盖 当我们在梳起来发片第一片的时候呢 就已经把头发的位置确定好了 好 15度 最后一片头发 最后一片头发 取出我们后期头发的导线 先把头发呢 拉向我们的空中 找到我们要的位置 15度 好 降低角度 30 降低角度 15度 切割往里收 好 那我们后期的头发呢 就裁剪完了 好 后期我们把它剪完以后呢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的明显的一个对击效果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能看到这个区的头发的长度呢 是与第一区的头发呢 不连接的 其实在吹干以后呢 它没有太大的差距 如果我们想做连接的话 我们第一区的头发呢 可以略微放长一点 那也可以去看我们的法量 去使用我们的连接 或者是与部连接 那接下来我们去剪侧区的头发 侧区的头发呢 我们都是斜向前去剪三角 三角和圆进去组合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弧线 好 接下来我们斜向前的分法片 那这里的划分线呢 还是我们的法际线往上两公分 做一个斜向前的一个划分 在剪切的时候呢 第一片我们可以零度彩点 因为第一片呢 建立我们头发的外线 好 我们输过来以后呢 现在竖子于我们头发 竖子于画分线的平行 找到我们后区的导线 前面头发呢 我们尽量的去压低 剪出一个漂亮的三角的弧线 继续的去向前 第二片头发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提升了 因为第二片头发 我们的导线已经建立好了 现在我们把头发呢 梳起来 导线在我们的后区 那现在呢 沿着我们后区呢 直接压低 向前走 角度呢 我们现在提升15度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角度 这里的角度 我们压至零度 因为这里 前面的头发 是我们的法际线 为了保证我们 测去头发的法际线规则 我们必须 最后一片 都给它降低到零度 进行采燃 写向前的划分线 角度呢 可以逐渐的提升 第二片呢 我们再次向上去提升 而这样我们剪切完的 切口呢 是比较柔和的 特学的头发的 堆积展是比较明显的 好 我们继续的走 逐渐的去压低 我们能看到 我们的首位呢 平衡有划分线 然后由高到低的一个裁件 有一片 角度降着零度 压低我们的切口 对于保证我们脚的感觉 继续的 上前 拉起来 每片我们都能看到 后去头发的导线 以后去的导份 导线和下去的导线 去连接 进行采燃 手指的位置呢 出现一个指尖低 后去的首位高的 一个效果 逐渐的去压低 我们的切口 另外一刀 领度才减 去向前方画分线 直到剪到 我们的动手线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没办法 再继续向上提升了 所以我们的法片呢 拉到我们的水平面 过来就可以了 还是以后去的导线 剪过来 稍微平平一划分线 进行裁剪 这里是一个三条性 缓线 降低到零度 放出我们的引导线 出现了降低 刘海之后的头发呢 改定角度 是怎样 好 这样剪过来以后 我们从这个测区能看到 后去的圆到三角的一个弧线 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继续的剪另一侧 好 继续的 舒服我们另一侧的头发 把低线往上两公分的位置呢 分一条斜向前的画分线 将头发呢 剪下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片 建立第一片外线的时候呢 低角度裁剪 找到我们后去的导线 首位平行 油画分线裁剪 那前面头发呢 我们可以让这个脚的感觉呢 更明显一点 我们的首位呢 可以压低一点 继续的 写向前的画分线 这边的首位和另一侧的首位是一样的 但是刚才我们是指尖压低 现在我们的指根压低 指尖抬高 由高到低向前走 所有外线都是零度修剪的 低长度才能保证我们的外线 是一个整齐的状态 好 第二片呢 我们做15度的提升 法片还是由高到低 导线都在我们的后区 每片都是以后区的头发延伸过来 外线零度 向前 这一片呢 我们再次向上提升 那这里的角度呢 已经到达45度了 稍微平行用画分线 向低角度 好 再次向上提升 这里的角度呢 拉至我们的水平面的位置 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侧区三角的一个向前推动的一个效果 好 最后一片 我们把它输过来 还是拉至我们的水平面 找到我们后区的导线 每一片我们都能看到 与后区的头发是连接过来的 这是我们的水平面 我们在那儿降低 起来以后呢 我们能看到云形和三角形的一个过渡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形成 后区的头发呢 是一个堆的效果 它的弧线呢 比较的明显 那侧区的头发呢 是一个向前走的 比较漂亮的三角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吹干 去做一些外线的修饰 我们把它吹完以后 我们能看到这个重心的位置呢 是比较高的 在我们整骨区以上 做到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堆积 然后它的形线 前面的三角呢 是比较明显的 向前走的流向 向前包固我们的面颊 而后区的头发呢 会做到一个收紧的效果 能够体现我们后部 整骨区的头发 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 不要发出声音了 好 那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头发呢 拉起来 去把它的切口 给它做一些柔和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发尾更加的真挚一点 然后我们当时提拉的角度 然后把所有的头发呢 垂直进刀 让我们的切口 测一下柔和 所以在去剪头发的 在去柔和的时候呢 不要扑上我们的形状 前面头发比较少对 因为前面的发量比较少 好 在我们的四角点的位置 这些头发呢 我们把它单独的拉起来 去调整 这些头发呢 是比较厚重的 看起来 让它更加均匀一点 所以呢 这些头发 我们单独的 在这个地方 做一些 厚度的一个去处 把所有的外线 全部都给它揉完以后呢 我们再去切 它的这个外线 我们把这外线呢 切得非常的精致一点 好 这些头发都是一样的 拉起来推直劲刀 让所有头发的 厚重的这种直线条呢 给它稍微的 调整 推直劲刀 千万不要点点 紧紧的话 会将我们的 头发的长度紧短 对我们 随时运刀进去 其实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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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萝卜 我有点的头发 单独的就给它做一些开头 所有的硬线都给它揉一遍 这样我们开上去呢 头发的切口就表到自然了 好 那现在我们去把它的外线呢 揉一遍 外线呢 可以体现一款发型的 几何形体 它落为下来的这种效果 所以我们在去切这个外线的时候呢 一定要想要表达你所想要的表达 切出你想要的表达 然后去的头发呢 给它做一个收紧的效果 在中间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出一两条弧线 然后这样子呢 现在我们脖紧会更长一点 它有收紧的效果 行列我们保留侧区的一点脚 让我们看它的形体会更好看 我们把表面这些翘起来的放在这一条弧线里面 全部给它做一些收紧 看下来 头发更加的服贴 外线会别的听话 在这里涂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可以建议大家用胖胖剪或者是撬刀 那这样子的话呢 不容易将我们的切口脱的切掉 所以很多小伙伴去切外线的时候呢 有可能一不小心将外线减缺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形呢 就受了一些影响了 那么的完美了 所以在涂外线的时候呢 一定要心细一点 慢慢的来多输少切 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啊 特别是在切我们的组合的发型当中 有很多的组合线条 那这些组合线条 我们在去切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要细致 切出我们想的感觉来 因为外线呢 会代表我们发型的一个真质度 所以不管是剪我们的商业发型 还是在内线我们经典发型 其实外线都是非常重要的 切这种弧线的话 用这种弯刀会稍微的方便 所以呢大家去 可以准备一下 我们切这种弧线的时候就可以 好 前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切出这种向前走的一个弧线 看起来这个弧线的感觉呢 漂亮的 我们沿着这里最低点的位置 开始向前走 我们沿着这种弧线的感觉 这种弧线 Kommabular 我们把它外线修完以后 我们能看到后续的一个收紧的状态 体现出这种几何形所落位下来的感觉 那这里是圆和三角的一个结合 我们能看到这个弧线 两边的重量线是比较漂亮的 然后前去的话呢 我们修出一个三角的形状 那这里的头发呢 我们把外线呢要切干净 切到比较精致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是一个固体型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如果说在剪真人的发型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柔和 也不需要切得过于的重 然后真人和经典型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那我们去剪真就是顾客的时候呢 我们的发位也可以做得稍微的柔和一点 然后让它看下去动感更强 那这款发型呢 它的整个形体呢 是三角片多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呢 精致地看到这种 亮感向前走的一种效果 好 那这款发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这款是经典发型 落幕的台点 酷子